前言 一般学者都看得懂 后学尽祝大家学到有成 都能成仙成佛 刚强与柔顺道德经常德章第28 常德章第28 知其雄 守其词 为天下兮 为天下兮 常德不离 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 守其辱 为天下兮 为天下兮 常听乃足 复归于普 普散则为气 圣人用之 则为官长 故大智不歌 知其雄 守其词 如果知道 什么叫做 刚强之道 的人 他反而会守住温和柔顺的谦虚 为什么呢 为天下兮 因为能够这样的人 就好像从山之间的水沟 以背下自处 自然成为众流之所归 为天下兮 常德不离 复归于婴儿 能够向众流之所归的人 他更不敢离开他的德性 就好像回归 就好像回归到婴儿的时代 那样的无知 那样的纯真 知其白 守其黑 如果知道什么是真正洁白光明 的人 他反而会像一位昏昧无知的傻人一样 为什么呢 为天下事 因为他有内在的涵养 与众人打成一片 又没有自傲的表现 这才是天下人的榜样 为天下事 常德不推 一个人能够做为天下人的榜样 他的德性便不会差错了 复归于无极 那么这种人的心境是什么呢 他的心境就是回复到原始之前 那样的无知无实 好像浑然忘我的境界 知其荣 守其辱 如果知道什么是真正光荣的人 他反而会守住低下剑碑之道 为什么 为天下谷 因为能够这样的人 就好像是山谷一样能够虚受一切 自然使人归服 为天下谷 常德乃族 复归于朴 但是他的德性反而比别人充足 就好像回复到木头为割开以前的淳朴无华 那么的真实 那么的完全 但是木头割开以后 只能成为一种器具使用 所以圣人守住 这无谓的谱 就能包含一切器具的长处 不像才成的器具之后 只能有一种用处 所以他不就成为一切器具的主人翁吗 故大志不割 因此大有作为的圣人 他宁愿守住纯真 朴素 无华 不愿意向木头割开制成器具之后 满身粉饰 而且又带着虚伪的外表 请继续观赏第29集 不要违背天意道德经自然章第2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